美智的足球风格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足球 是从上世纪70年代 才开始在美国儿童的运动项目中流行起来 美国男子足球队也在1990年 第一次拿到了进入世界杯的门票 而后在2002年的世界杯 美国队终于抢到了准决赛的席位 然而美国队却一直维持其温和保守 和注重防守的球风 美国2002年国家队的教练布鲁斯·阿瑞纳说 美国球员踢球很认真 也能灵活地适应各种战术 他又补充说 但是在球场上就是要赢球 美国足球界 企图要以本土教练及自创战术为主的计划 已经陷入了泥造 在世界顶级足球俱乐部中 至今没有一位美国的球星 而且球技也没有迅速提升的可能性 出生于德国的尤根·克林斯曼 在2011年的夏天 接掌了美国队的兵符 他将自己的理念 带入了2012年1月的冬季训练营中 在亚利桑那州沙漠的烈日下 他展示了他的惩罚式训练风格 执行了体能测验 重量训练 折返跑和敏捷性以及快速性的交叉混合式的操练 踢中场位置的格雷汉·朱喜回忆说 我们在前一个半星期的训练中 几乎没有接触过足球 曾效力于1990年世界杯冠军德国队的老将克林斯曼先生 向球员透露 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 对自己孩子的表现 偶尔会感到高兴 但永远不会真正满意 就算一个漂亮的妙传 或以快速和压迫法 踢了一场完美的比赛后 他的反应人是 再做一遍 而且下次甚至得做得更好更快 并且每场比赛 一季又一季的比赛都得如此 克林斯曼先生教导美国球员 在球场上要改变一下心态 那就是加强自己对抗对方防守的能力 防守球员 要将自己推到场地中央的高位 甚至要加入攻击群众 需要攻守兼备的中场位置球员 则被要求要能深入到在对手球门前的两侧底线 做交叉传球才行 最重要的是 他认真的要求球员 得保持在球场中要不断的移动 他解释说 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 就是一直处于机动状态 不断寻找可以接到传球的空档 美国的中场位置球员凯尔贝克曼表示 这个要求和前任教练强调每一个球员 只能在组织站定好的区域中活动的理念 差距甚大 无论美国队是否能在这次世界杯晋级 克林斯曼先生 已为美国足球发展出了一个真正美式的打法 现在 足球可是要踢得像美国人的时候了